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我每天早盘视频讲的分析 总有朋友说跟不上 不然即时同步行情 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我就创建了一个 黄金策略分享群 我和社区的其他老师 平时会根据具体行情的变动 每天即时把优质的 高设计策略发到群里 同时群里也会有直播 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想进行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 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观众公众号 阿萨社区留言黄金情进群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一 本周的话 今天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多 但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 在10点钟 也跟美国6月SM制造业 这个的话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但是本周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数据 是在星期五 星期五的话有飞龙数据 这个的话不论多少了 每个月一次的行情非常大 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 然后在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 跟他去聊聊行情 黄金的话 当时思路说黄金 他不会大涨 他不会大涨 开始做调整 确实回过头来看一下 他也没有涨了 高位回落 上周五的时候 大概是在三菱的位置 后面也进行了航盘调整 所以这个节奏准变得非常快 大家要注意这个行情 具体从行情当中去聊一聊 比如说在上礼拜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说欧元 它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形走势 最终的话 我们看到它往上突破了 那么在行情当中 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当中 其他的突破 也是回到了之前 水平压力位附近 那么在四小时截图当中 可以把它画一下 之前左侧高点在这个位置 你像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 它的长上引线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四小时 日线级别当中 当时我们画的是这样的 它偏向于什么 偏向于箱体震荡 因为这个走势 是低点不断回落 所以画的叫斜线下的 压力线变成三角形 但这边往上突破了 它没有长到这根线上方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又回到了一个箱体震荡 所以四小时图当中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箱体震荡的话 维持时间是比较长的 大概半个月 有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我们就按照固定的思维 在没有突破1.076之前 可以继续看空 那么下跌目标 继续回到箱体的下方 1.066 当然这是100个点 你可以分两段 比如说跌到一半的时候 可以先盈利 如果说你要兼职持有的话 就跌到下方这个位置 然后再看一下美加 美加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它这个有点变化 有什么变化 它这个走势 跟前面开始不一样的 开始有那种变动的节奏 美加 USD CAD 美加 美加热线的当中 你可以发现 这个位置 很常见 跌到下轨反弹 像这里一样 跌到下轨反弹 跌到下轨反弹 对不对 但是跌到下轨反弹 可以找到上轨 它可以找到上轨 但这一次 它没有找到上轨 它就在不离带中轨 就形成了一个场上引线 然后开始往下回落 所以说这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拐头向下的信号偏空 所以美加的话 可以往空的方面考虑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四小时当中 这个就很明确了 四小时级别当中 单针探底 反弹到上轨 上轨回落 对吧 上方的话 不离带上轨 是双针探顶 能往下跌 所以美加的话 在目前节奏当中 你可以这样画一下 大致就是 一个这样的压力线 这个压制的话 非常清晰 因此 在美加的目前走势当中 前高是1.373 在没有突破这个位置之前 可以去做空单 但这不是限价做空的 因为它这个不离带下轨 有支撑 所以反弹之后再去空 大概是反弹到1.369 或说1.37的位置 也就是说美加反弹到这个位置 然后博弈它下跌 这个节奏就非常明显了 黄金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详细去聊一下 黄金的话 它是这样的 就是本来的话 我是希望黄金的话 有大跌走势 但最终的话 有这个变化了 就是说前面上这个位置 下跌之后 它横盘 这位置下跌之后反弹 这位置下跌之后 我本来想到有大跌的 但最终的话 没有走出来 是因为上礼拜星期四 所以把这个下跌节奏转变了 因此日线级别当中 我当时所说的 日线级别当中 当时所期待的这个头尖顶 它就失败了 所以可以看到 在日线图当中 在日线图当中 这个支撑线很明显 对不对 但是因为没有破 所以它就没有大跌 如果破了 那不用多说 肯定会有 比如说跌到2200 或者说更低的位置 所以2290的话 291 就是目前的非常明显的支撑点 支撑不破 行情的话 将持续震荡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个行情当中 放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行情当中的话 它形成阳线拉伸之后 就会像前面这里一样 形成阳线反包 这里阳包音 能让它调整个几天 对吧 像这个位置 像这个位置 出现阳包音 阳包音要调整 先调整 所以调整完之后 再做决定 到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K线 到时候K线的话 有可能是大阳线去拉一下 有可能大阳线往下砸 为什么是大阳线 或大阳线 它不是小阳线或小阳线 因为在星期五的时候 有大飞龙数据 在本周的话 是大飞龙数据 懂吧 所以在这个行情当中 一定要明确 目前的走势 它会调整 有可能调整到星期四 然后到星期五大飞龙的时候 再形成震荡 再形成破位走势 所以说 首先刚刚所说的这么多 主要告诉大家 日线级别 它就震荡了 OK 那么日线级别震荡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三分钟图 三十分钟图当中 是比如说一小时 现在一小时 一小时图当中 你可以非常的明显 发现 上方压力非常的明确 行情在3940附近的话 持续突破 上不去 现在这位置 上涨到这个位置上不去 到这个位置上不去 所以这是非常明显压力线 既然有压力 那么就有支撑 下方这个点就是支撑 所以这个黄金 它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寒盘震荡 上方36 下方93 寒盘震荡 震震震震震震震 然后现在行情的话 有个很明显的形态 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头肩顶 头肩顶形成 目前的颈线位 大致就是在2322这个位置 也是说 在目前的行情当中 头肩顶形态的话 它是非常明确的了 就是最后就等这个2322去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那就顺势下跌 对吧 所以最稳健的交易方法 应该是跌破2320 你从准数 如果跌破2320 那么就可以顺势下跌 比如说重新回到2300 这种位置 它震荡的话 是因为黄金干嘛 是因为 是因为黄金在一小时图端中 它是区间震荡 上方压力 下方支撑 它这个区间是震荡模式 所以它形成头肩顶 那么就可以先看空 不是大跌 不是跌破前低 跌到2300就行了 一定要记住 上方的这个压力位2339 或说2340 假如说突破2340了 那就不是下跌 那就会变成破位上涨 记住这两个点就行 哪两个点呢 第一个是一个通道 是一个震荡区间 第二个压力40 40不突破 头肩顶就会形成 然后顺势空就可以了 像黄金的话呢 这个机会还是特别好的 当然交易的机会 交易的具体点位呢 肯定是在欧盘的时候 才会出现嘛 所以欧盘如果出现 跌破2320的时候呢 我也会去布局空单的 如果想跟上节奏的朋友呢 可以扫下评论当中 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进去之后 我们一起去抓 这次头肩顶的顶部形态 这是黄金 那最后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原油 原油的话呢 在目前的行情当中 其实也比较明确 比如说原油的话呢 热线图当中 你可以看到了 非常明显的 一个厂商引线 厂商引线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行情开始调整 跌不跌 先不说 至少是调整嘛 你像这个原油呢 在高位航班调整 将近两个厘班 很明显 对不对 那么四小时团中 你可以看到 它下跌之后呢 这么出现回落嘛 对不对 一小时团中 比如说一小时团中 就更清晰了 一小时团中原油呢 它从上方82.9 跌到下方81.2 这一波大跌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逆动能走势 行情形中逆动能 对吧 从而什么呢 从而80.4 涨到82.9的 这个单边上涨结束 逆动能代表了 行情要跌 所以这一段的话呢 它是明显的一个下跌嘛 那么既然出现逆动能 行情偏空 那就要寻找高空的机会 高空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 大致是在82.5这个位置 有个非常明显的支撑效果 上涨之后呢 回踩不破 对不对 下跌之后呢 反弹不突破 所以它是个明显的分界线 目前原油 逐渐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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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呢 也是要到82.5这位置嘛 所以原油这一方面的话呢 是建议大家 第一个保持震荡 第二个呢 反弹之后高位空嘛 目前反弹高点 82.4 一定要记住 原油的话呢 在目前走势当中 前高就是一个关键点 你在这个82.4附近做的话呢 可以 你也可以反弹到上方 83附近去空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住 如果突破83 比如找到83.4 83.5的话呢 就没必要做空了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 逆动能 由上涨变下跌的这种走势 明白吧 所以总的来说呢 在今天走势当中 原油黄金的机会呢 反而是最好的 货币方面的话呢 要稍微关注它的一个节点了 OK 那么今天给大家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